今天又是一个周末 今天打算把这个门修一下 这个门估计在视频里面可能看不出来很渣 可能也看出来 你可以看到这个 你看这 然后这里我是拿东西 那个Joying看板的填了一下之前 那边也是 就是这个门呢 当时我们也没仔细看 因为这个门是那个门 后面就有一个叫Storm Storm Door 就是这个门外面还有一层门 就是我没太仔细看 买房子的时候 所以说这个门 这个门很重 我一个人帮的话都有点困难 我又不舍得扔 所以说今天就打算 先要把这个形状给弄出来 就拿打磨 然后给那个用Joying看板的 然后把形状弄出来 这里也是 因为我不想扔嘛 把形状弄出来之后 然后就整个刷一个白色的漆 这有些地方的话是 你看这里还要打磨一下 这个门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已经黑了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是 是有水气吗 还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就总之的话 这个门就是很脏 另外 就是这是被狗 之前房东养狗 被狗啃着 就这两个脚 还有这里 我把这整个拆下来 然后第一步的话 就先把这个形状弄出来 然后等它干了之后 我们再刷漆 同时的话 你看这里有个凹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个也得拿打磨的东西 把它打磨好 整个面的话 你看这里 这里好多什么 胶水吧 就是很粘手 这全都要打磨一下 然后最后的话就刷漆 好 先就把这个形状弄出来 我把这个形状基本上就是 已经弄出来了 到时候要等它干了之后 再慢慢的这个 去打磨了 这边也是 还有那里 然后我把这些 涂出来的地方 就是我都把它打磨好了 我看看这一块 OK 这里一块 还好 就是我从沃尔玛的话 花了4块 不到5块钱 4块7 买了个搅拌的东西 这个真好用 比手中的搅拌的话 好多了 就是我们得拿电转的话 把它夹住就可以了 就转 那我现在 就在等它干的同时的话 我还是继续刷这个墙 把这边墙刷了 那今天的话 就能刷多少是多少 之前的视频已经说 教过这怎么刷墙了 这个没啥技巧 就是蹲在这刷 好 现在我开始刷墙 这个 看完了还没干 就等到明天 明天才能干了之后 才能把它打磨 但是这基本上 已经半干了 那今天 用了大半桶 这还剩下可能一个三分之一吧 就是把这些弄完了 另外的话 把这个刷到第二道 把这边刷到第二道 还有这边刷到第二道 刷完了 这是第二天早上 我拿这个84号砂子 把这个打平了一下 打磨了 然后这边 这边还是有一点点这个缺陷在这 但我不想等了 要不然我要等一把刷 这边已经弄好了 就是比弄之前的话好多了 那现在的话就准备刷漆 把上面清洁一下 就把上面刷漆 这个 哎呀 这个真的是有点麻烦 那我再打磨一下吧 把这边打磨下去一点 就拿打磨吧 完了之后就可以刷漆了 我们这已经把这个漆刷上了 现在等着它干 就刷完之后 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 就是看不出来 它是补负的 但这个至少比怎么 对吧 你去重新买一份以上的好几百块钱 所以说这也是省钱的一个办法 行 那我现在把这剩下的这个 就用矿刷的用完了 所以这时候的话就把一 把一 又是把那边弄完了 所以第二层已经弄完了 好嘞 现在我就把剩下的往那边抹过去 我们这个门是刷了两遍齐 现在已经干了 准备把它装回去 然后我把那一桶的话 抗盘了已经弄完了 就是这是把剩下的刷完了 那现在就等着它干了 那现在我们就用螺丝什么的把它装回去 装回装 装回去之后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就是这个 当时仔细看的话就能看出来 它是薄的 但是你要不仔细看的话 你就看出来它是薄的 这个说实在话这就为了省钱 不然的话我也不想这么干 好嘞装回去 我们现在把这个门装上了 就之前很粘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就被狗摇的地方 我们就补过了 当然说补的不是那么很好啊 但是这已经尽我们最大能力了 这里多少还得补点7 至少的话我觉得比我们买之前的话好多了 这上面的二个 现在可能要一两百块钱吧 超级重 我实在是搬不懂 两个一起搬 另外我把那边已经就粉刷完了 就是开了一桶新的 就现在我们就用了 已经用完两桶了 那个Join Compound 这个东西的话 说实话还是挺好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基本上就 就不会掉了 就不会脱了 到时候我再想要不要打磨一下 打磨一下 到时候这里面全都是灰尘 我们这开的第三桶已经开完了 然后还差这么 这边 这边 差这一边 我估计应该是够的 还有三桶 好嘞 那今天就这样了 把这个门弄完 说实话 把我们行头 就是对这个房屋改造 又进了一步 好嘞 这就这段视频 拜拜 拜拜 好